作为专业的摄影师呢 我觉得最怕被别人问到的有三点吧 第一点呢就是说看到你的照片 哇这照片好棒 你能告诉我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吗 其实呢这显然是对这个摄影师的一种 不太尊重的这种问法 因为你可能需要更关注 比如说大厨他是如何调味的 他的厨艺的技巧在哪 他是如何把握火候的 摄影师也是一样是吧 你要了解他怎么用光怎么构图 这是非常关键的 而不是他用的什么相机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看到这个一张照片觉得非常好 他会问你用的什么参数拍的 其实大家知道不同的环境啊 这个参数是不断变化的 就哪怕在同一环境下 顺光侧光逆光 他的参数也在不断的变化 其实真正优秀的摄影师啊 他用什么相机都可以拍出优秀的作品 第三点呢 最怕被问到的就是 刚给特别是人像啊 刚给人拍完照片 你能马上传给我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所有的照片都需要精细的后期 比如说脸部缺陷 这些痘痘啊 瑕疵啊 一些不太整洁的地方 都需要进行非常细腻的这种后期过程 那么如果马上就传给你呢 一方面呢 是对这个拍摄者的这个不尊重 另外呢 摄影师自己呢 也怕因为此呢 砸了自己的牌子 它是一张来自 我在埃及拍摄的一张照片 那么照片里面呢 主角有两个 一只大概接近四米多的 鳄鱼的母奶衣 然后呢 上面有一只活灵活现的 一只黄颜色的小猫 那么背景呢是一个民居 因为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在尼罗河边的努比亚村呢 本来我没有发现它 就在太阳已经落山的这个档口 我发现 哇 一个民居门口竟敢有这么长一条啊 大概四米多的一个木乃伊 鳄鱼的木乃伊 当时就觉得非常震撼 就准备去拍 结果就在要拍的这个 大概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有一只小猫 直接就从那个木乃伊的上边就爬过去了 大家都知道 埃及的那个房屋啊 是蓝色的 再加上一个黄色的小猫 然后再加上这个小猫 这么小一只小猫 和一只巨大的鳄鱼的木乃伊的 这么一个大小的对比 颜色的对比 这种场景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啊 非常难得 难得一见的 所以这个照片呢 我非常喜欢 有一次呢 我在欧洲的某城市啊 就不说具体城市了 我的相机坏掉了 然后把相机整套的这个镜头啊 全放到包里 大家知道摄影师的这个包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然后呢 我就放在旁边来指导我 大概十几位学员吧 我在指导他们 然后我的包就放在旁边 忽然觉得身后有一点不对劲 我一扭头的时候 一个大概一米八多的一个雕形大汉 然后提着我包就走 就要抢抢我的这个包 但是呢 非常搞笑的是什么呢 因为摄影师的包实在是太沉了 然后他提了一下 结果被坠下去了 没有提动 就这个动静呢 就让我警觉了 然后呢 我就从他手里又把包抢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 我一般出去拍照的时候 特别是真正去自己去创作的时候 我喜欢一个人 就单枪匹马的去 然后完全沉浸在那个创作当中 我还会为自己放一些音乐 在创作当中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就是完全跟着音乐的节奏 调动自己的情绪 就好像绘画 好像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 这是一种完全放松 完全自我的一个享受在其中的一种感觉 关于使用这个专业显示器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大家都用非常专业的相机 这是摄影界普遍的一个情况对吧 相机一个比一个好 可能会有全画幅 可能会有这个中画幅 但大家考虑一个问题没有 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做饭对吧 作为一个厨师 那么我们要选购非常精良的优质的食材 那么拍照呢 很大程度上是选购食材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出去采购 采购这个山 采购这个水 采购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模特 那么这是一个入口 那么什么是出口呢 第一是显示器 第二呢 是打印机 但是呢 显示器尤为更重要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显示的有色片 或者是颜色不够 那就相当于你购买了很昂贵的食材 结果呢 却找了一个三流的厨师来烹调 本来食材是很好 结果因为你显示器不够好 或者说你这个厨师不够好 到最后吃到嘴里是不好 人们只看你最后的结果 他不看你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你不管用了多高级的相机 到最后表现给人家的 看到的 最终看到的 是偏色的 是颜色不够丰富的 是打印不出来的 那么你就 之前所有的工作其实是白干的 这是我希望大家能了解的 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呢 显示器在这个环节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元素